1994年8月8日 白欧罗斯明斯克第二医院的病房内 一位老人已经进入迷流 医疗器械上的数据标志着 他的生命之火正在熄灭 但老人迟迟不肯咽下最后有口气 好像在等待着什么 这时病房的门被推开 一个青年带着一套坠满勋章的 老式苏联军服跑了进来 快步将他展示在老人面前 老人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军装 努力做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这是他人生的最后一刻 很快一则消息传出 苏联传奇坦克手 齐诺维奇 格里格里耶维奇 卡罗诺夫病逝 家人们于次日将他安葬于 弃祖威斯克公墓 这个传奇人物的去世 引来了大篇幅的报道 但卡罗诺夫的儿子 却很快致行当地媒体 指出他们报道中的错误 请各位注意 我父亲从未获得过苏联英雄的称号 大家的报道是错误的 这封信在白俄罗斯引起轩染大国 很多人觉得这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卡罗诺夫这种超级坦克手 怎么可能拿不到进行勋章 怎么可能不是苏联英雄 但事实上他真的没拿到 卡罗诺夫出生于1910年的沙俄农村 10岁时父亲在内战中去世 母亲含辛茹苦的拉扯三个孩子 艰难度日 本来如果在沙俄 他这种家庭也基本是全富无胡子了 可是苏联建立后 卡罗诺夫在集体农庄里 可以边上学边干活 成功接受了教育 中学毕业后 他升入了高尔基工业学院 随后又在1933年2月16日 被红军招募 进入部队后他升入了奥勒尔装甲学校 1936年毕业后被授予中卫军衔 因成绩优异而有权选择服役地点 最终他选择了大城市列宁格勒 就这样卡罗诺夫在列宁格勒军区 加入了一个坦克旅认车长 把在装甲学校里学来的知识 应用于训练 由于技艺精湛 他的坦克一直是权旅最强的存在 故此屡次被破格提拔 1939年11月 苏联和芬兰在领土问题上 出现一些小分歧 此复觉得 需要在物理上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 也不用动静人员太大 就出兵50万吧 虽然在苏芬战争中 苏军的表现非常不堪 但卡罗诺夫则很早就展现出了猛男天赋 他被调往卡列利亚地下的第一轻型坦克旅 担任一个坦克牌的牌长 在那场战役里 他指挥的三辆坦克 从边境向前猛推了80公里 摧毁数量敌军坦克 硬生生突破了曼娜海姆防线 根据《红星报》的记载 卡罗诺夫已经在1940年3月 获皮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然而许多年后人们才发现 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卡罗诺夫在苏芬战争中 只拿到了一枚红旗巡章 根据路边社猜测 由于那年3月12日 苏联和芬兰签订了莫斯科和平条约 已经实现停战 考虑到芬兰的感受 那批金星巡章被紧接叫停了 无论真相如何吧 反正这枚金星巡章 卡罗诺夫并没拿到 苏芬战争结束后 卡罗诺夫于1940年3月17日 被调往基辅军区 他的职务一直向上升 巴巴罗萨行动前 他已经在24阶化军下面 担任了坦克连长 只是他的坦克连有一点小缺陷 就是一直没有坦克 因为没有坦克 魏国战争最初的那几天 他只能看戏 基辅军区在1941年7月3日 把他又打发回列宁格勒 原因很简单 咱们这边有坦克手没坦克 那边有坦克没坦克手 资源互补一下大家都满意 被调回北方的卡罗诺夫 果然拿到了坦克 而且还是一阵意想不到的狂喜 他所在的连队 列装了最新型号的 PVE型重型坦克 随后卡罗诺夫被派往 列宁格勒城郊 去对阵纳粹德国 北方阶段军群 PVE是一种 以弗洛西洛夫元帅命名的 重型坦克 是少数能同时抵挡 37和50毫米口径 反坦克炮轰击的重型坦克 只有76毫米的反坦克炮 才能对这种坦克造成有效杀杀 血厚防钩 是一款相当不错的坦克 1941年8月17日 市长亲自交建卡罗诺夫 发布了新的命令 命令卡罗诺夫带领自己的连队 去堵截通往卢加 欧勒索沃和金吉斯帕的 三条公路的交汇点 没有期限 不择手段 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 把公路封闭 然后战斗至死 接到命令后 卡罗诺夫立刻前往 目的地附近的国营农场驻扎 仔细勘察地形后 卡罗诺夫在8月19日 确定了战斗方案 卢加公路去两辆坦克 金吉斯帕公路也去两辆 而他自己的坦克 则居中遵守最重要的 沃洛索沃公路 连队拥有的所有坦克 军携带双倍弹药 待德军到来后 伏击侧翼开火 利用道路两侧的沼泽地 限制他们的机动性 给纳粹以最凶猛的打击 第二天 德军坦克从三条公路汇集 左右两侧的战友 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大约下午两点左右 由22辆轻型坦克 组成的德军主力 以纵队形式 出现在卡罗诺夫的视野中 卡罗诺夫的车组 潜伏在树丛龙等待 一直到纵队中间的坦克 进入视野才开第一炮 坦克准确命中 车队的投车后爆炸 首杀达成 被打蒙的德国人 还以为投车压到了地雷 还没得回过被儿呢 车队中间的一辆坦克 也被打爆 此时德军才意识到 遭遇伏击 开始机动自保 卡罗诺夫赶紧将 对尾的坦克打爆 阻断了对手退路 连拿三杀的卡罗诺夫 彻底封死了 德军车队的机动空间 尝试重整队形的德军坦克 不出所料 被公路两边的沼泽困住 连转弯都飞进 卡罗诺夫的计划成功了 此时的德军 前后道路都被堵死 沼泽困住了 他们的机动空间 没有了机动性后 他们根本无法躲避 苏军的攻击 卡罗诺夫开始大杀特杀 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 德军全部22辆坦克 都被打爆 卡罗诺夫的KV1坦克中 双倍携带的 98发穿甲弹全部用光 此时卡罗诺夫尚未意识到 自己创造了战争史上 空前的奇迹 他的车足以1条22 获得了全胜 说来卡罗诺夫能赢 除了本身技能水平高超外 他的坦克也占了大便宜 战后 下属在他的坦克上 找到了足足100多处 被命中痕迹 根据凹痕的深度不同 大体有135 147 和156处之说 无论具体数量多少 如果他开的不是KV1 或者对手不是轻型坦克 他肯定无法达成这项成就 结束这场熬战后 他在直属上级 第一装甲师第一坦克团团长 德米特里·伯格丁 拿到了苏联英雄称号 市长巴拉诺夫 也给卡罗诺夫申请了这个荣誉 但搞笑的是 这份文件报上去后 就在列宁泽勒被否决掉了 那份用红线笔划 巨的苏联英雄申请的文件 至今保存在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的 中央档案馆里 卡罗诺夫就这样 第二次与金星勋章 实质交臂 那么 为什么这次勋章 又没有得到呢 据当时负责审核文件的人回忆 那阵子 苏军报警授勋文件中 多多少少 都会有点吹牛的成分 这种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 古武士气吹吹牛嘛 不留人 但是 当上级溃报卡罗诺夫 1条22全胜的文书 报上来后 却被极其鄙视 你们这牛吹都没有边儿了吧 1条22 开的是金星剑吗 所以 列宁格勒地区的负责人 立刻否掉了这份报告 不能让莫斯科觉得 我们虚告战绩 幸运的是 不久之后 消息报的一名记者 帕维尔·麦斯基 找到了交战地点 他拍摄了 被卡罗诺夫击毁燃烧的坦克 根据现场情况 还原了战斗过程 并且发表在自己的专栏 保卫列宁格勒上 这时候大伙才意识到 这战绩居然是真的 然而 此时想纠正也来不及了 因为此时在 克拉斯诺瓦尔·戴斯克市 发生了一次 很恶劣的误报事件 一次误报导致了 该式的军火库火灾 通讯被切断 全程一片大乱 整个列宁格勒 都在忙于防守布置 和消除恶劣影响 根本没时间纠正一次 受勋的错误 也只能这么僵错就错了 卡洛诺夫倒也没心情计较这些 他从1941年9月开始 就一直高强度的与德军互动 短短12天里 他又干掉了德军三辆坦克 四门反坦克炮 加上300名步兵 到了9月13日 上级交给他的掩护工作 基本完成 他也撤进普希金市休整 结果 在战斗中豪化物上的卡洛诺夫 在休整中出事了 9月15日 卡洛诺夫在一处试交墓地 给自己的坦克加油 顺手补充一下弹药 倒霉的是 那阵子德军正在 抛希普希金市 本来卡洛诺夫选的目的 是德军炮兵阵地的反方向 不可能被击中 可偏偏就是有一颗炮弹 砸在了弹荷边上 当时他身边不是油料 就是弹药 一通连锁爆炸后 卡洛诺夫直接被崩飞 头部和脊椎被破片击中 摔下来后 还全身多出了骨折 重伤如愿 卡洛诺夫的伤 到底有多严重呢 一块弹片穿过颅骨 冲击着大脑 另一块击穿了他的脊椎 脊髓都溜出来了 这种伤势一般肯定得致命了 就算侥幸活下来 估计也会变成废人 结果 当年的苏联医疗水平 强大到了不可思议 经过专家会认和多次手术后 卡洛诺夫居然在1945年出入 完全康复了 出院后的他 立刻要求返回军队 准备去找纳粹叙旧 红军高层倒是批准了 他恢复现役的请求 还提升他做了副营长 只是时间不太巧 等调令下来是7月10日 希特勒此时已经粉末化了 老上司巴洛诺夫 为了弥补他的遗憾 在1951年把他调去德国驻军 也算是获得了些许安慰 然而人要是倒霉 真的马克思都救不了 驻德期间 卡洛诺夫精灵夜夜 可是手下一个士兵 喝了嫩大酒 跑到英军驻地大闹一场 在物理上 对好几个英军士兵 表达了关爱 搞出了外交事件 被牵连的卡洛诺夫 在1955年12月10日 被调往国内 在白俄罗斯军区降职当副营长 连番遭到打击的装甲大神 终于响开了 1958年7月5日 48岁的卡洛诺夫中校 退出现役 到明斯克汽车厂 当技术控制部主管 后来又升为部长 事实证明 打仗一把好手的卡洛诺夫 干活也不差 他在1963年 获得了共产主义劳动能手的称号 这份工作一直持续到退休 减脸一生 卡洛诺夫拿了两枚红旗巡章 一枚红星群章 一枚保卫列宁格勒群章 还有林林总总的一大堆其他群章 基本上 在军事履历中 能拿的荣誉都拿全了 可偏偏就是缺一枚金星 就是没有被拼上苏联英雄 这不能不说是个永久的遗憾 然而 即使经历如此传奇 卡洛诺夫却依然不是苏联坦克 单挑的最强记录 或者说 在苏联的装甲大神中 他绝对是最幸运的一批人 1941年6月23日 纳粹北方集团军群 第四装甲集团军 直扑尼曼河及道尔瓦河 准备扫清列宁格勒最后的屏障 战斗在立陶宛境内的拉森尼埃展开 苏联红军虽然动用749辆坦克 参与防守 却依然无法抵挡德军 狂风暴雨般的攻势 在绝对的空中优势加持下 斯图卡肆无忌惮的轰炸 让苏军损失惨重 次日 一辆孤独的TV2坦克 切断了通往拉森尼埃的一处交叉路口 他面前是以建立阵地的 德军第六装甲师 起码列装了100辆坦克 这场一对一百的战斗 足足持续了一天 苏军这一辆坦克 足足阻挡了一个失忆整天 德军手头的所有武器 均无法正面击穿重型坦克的装甲 攻炸机又无法准确地 对这么小的目标投弹 最后那辆KV-2耗尽了所有弹药 被反坦克武器绕后摧毁 结束了这场悬殊的单挑 现在我们已经无从得知 那辆KV-2坦克到底是由谁来操作 目前最有价值的发现 是两名车组成员残缺的餐具 一个姓斯密尔诺夫 另一个名哀雪夫 这样的线索并不足以锁定他们的身份 但如此勇气 却赢得了包括德军在内所有人的尊重 其实卡罗诺夫没能拿到金星勋章 除了各种阴差阳错的倒霉外 还有一点不太正式的原因 金星勋章配套的苏联英雄称号 定义虽然比较宽泛 就是存在英雄壮举的人 但卡罗诺夫多少有点不太符合 比较典型的获得了金星勋章的坦克手 亚历山大贝索诺夫 他在1943年10月18日与德军交战 击毁坦克一辆 汽车15辆 杀伤敌军146人 随后坦克受伤起火 然而他们整个机组都没有离开燃烧的坦克 为了解救受困的战友 贝索诺夫带着熊熊烈焰冲向了敌军 战斗到坦克爆炸 壮烈殉国 贝索诺夫的行为 是一种极度俄罗斯式的英雄主义行为 带着东正教文化中 剩余亿万的悲壮 所以整个机组全部被授予金星勋章 十年二十岁 军衔仅忠视着他 成为永远被铭记的人 反观卡罗诺夫虽然机智勇敢 但肯定少了点逼情壮烈 因为他赢得太痛快了 这老哥连着击毁了22辆坦克 自己连点油皮都没伤 爽文都不干这么谢 另外 苏联红军二战中 也不太重视坦克手的机会记录 几乎没有专门统计过这个东西 很多所谓的王牌坦克手 都是后世通过资料统计出来的 人家根本就没有装甲王牌的概念 更不用说以这类攻击拿勋章了 事实上 整个二战中 不仅苏联没有装甲王牌的概念 同为盟军的英美两国 也完全不承认什么装甲王牌 原因很简单 这个概念是纳粹德国提出来的 而且是武装党卫军量身给自己定制的 天然就政治不正确 即使在德国国防军中 也不会因为坦克击杀而获得奖励 而党卫军之所以要搞出 以击杀术确定装甲王牌的理由也很简单 因为他们的战绩卷不握国防军 可又需要搞宣传运动 怎么办呢 只能另辟蹊径呗 故此 我们现在查看二战时期各国坦克手击毁术时 大多有一种缺乏平衡的感觉 简单来说 看到德国都是天定星战绩 足足七个击毁120多的超神 带着十个击毁100多的大神 后面跟着一大群击毁好几十的高手 你要小于20个击毁 压根进不了记录表 如果单看这项记录的话 你会觉得德国的坦克手们 真是鱿鱼放在铁板上 卷起来了呀 而苏联跟德国一比 感觉就差远了 怎么头号王牌才干掉52辆呢 怎么连各位数的战绩都统计进来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德军最后在莫斯科刹齐了呢 而美国则见走偏锋 人家确实不统计击毁数 然后推出了一个叫拉斐特普尔的人 据吹一个人干掉了258辆坦克装甲车 是当之无愧的二战No.1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就是整个二战期间 只有德国在认真统计坦克击毁数 二战结束后 美苏作为战胜国又不想丢面子 于是就分别用自己的方式完尊 苏联那边比较朴实 他们的办法叫减鸡毛凑胆子 反正我总数不比德国差 谁赢了谁心里有数 而美国那边则比较懒 唯有一个击毁数比所有人多就行 留个No.1比啥都强 话说回来 即使认真统计的德国也不是没有水分 为了配合宣传 他们经常把团队为劣的战绩 算在某一个人身上 力图塑造出无比精锐的德国队长 到战后又因为意识形态国异 很多德国装甲王牌就硬生生被神化了 其实在实战中 德军的装甲水平未见得比苏军强很多 事实上 二战中很多装甲王牌都是宣传的产物 区别只是在战争中被宣传 还是战后被神化 有些人确实技术高潮 战斗力强悍 但在气质方面和文学作品中完全不同 开坦克这事儿 其实本身就没有文学作品中浪漫 跟空军精锐飞行员不同 二战的坦克基本就是开车一身土 坐车边屁股 驾驶舱里又闷又热 大多数时间坦克手都灰头土脸 绝对没有什么高大上的形象 后世那些爽文里面 对装甲战术也有很深的误解 以为他们跟古代骑士一样 酷爱单挑刚正面 事实上 几乎所有的王牌坦克手都极其猥琐 打门论搞投袭无所不为 只要能打赢战斗 管什么节操啊 他们通常愿意敦草丛伏击敌人 卡洛诺夫的一条22 就是利用公路沼泽地和路边掩护来投袭 另外一些人 则把伏击战及和游击战发挥到极致 敦草丛不说 还经常打一枪换个地方 这帮老鹰逼的战术五娃娃们各有绝活 比如利用地形和穿插分割对手 利用局部数量优势的围类打法 又或者给真坦克伪装成原木 把真原木伪装成坦克发挥的迷彩流打法 总之能破纲就绝不正面对敌 能多投一发炮弹就绝不单挑 如果我们要感受这种坦克战术的话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坦克世界呀 坦克世界拥有宏大的坦克阵容 来自德国苏联美国中国 或是意大利等各个国家的各类坦克 都可供你选择 集结你的队友 利用游戏内多元化的地形 对于战斗如何发挥取决于你自己 而且 我在前面提到的卡罗诺夫·拉森尼埃普尔 在坦克世界中 就有对应的勋章成就 例如拉森尼埃英雄勋章 这个勋章的达成 需要在一局战斗中 击毁对面14至15辆战车才行 然而 坦克世界是一个15v15的游戏 你想获得此成就 不仅仅要击杀所有敌人 你的队友也可能变成 影响你获得此成就的懒路狐 这种具有特殊性的勋章成就 需要深刻的游戏理解 为了运气才能获得 由此可见 这个成就的挑战性也是很大的 一个真正的坦克指挥官 不靠合金全凭经验技术取胜 无论你是小白还是老手 这款游戏都适合你 在坦克世界里 不仅有600多辆坦克 几十种游戏模式 不定期还有各种IP联动活动 我也为感兴趣想要入坑的 各位新玩家 带来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点击置顶评论中的连接 注册游戏 具有超多游戏内福利赠送 还等什么呢 赶紧注册并免费下载吧 除了战术猥琐和操作水平外 坦克质量也是这群猛人生存的关键 卡罗诺夫是用PVE 击负新型坦克 很多德国王牌 会用虎式击负特残四 本质上 雪后防高才是生存之道 我们今日所见的坦克王牌 大多数是集个人水平 和运气极佳为一体的大神 运气不好的战士 往往只会成为战绩中的一个数字 这也是人类最暴力活动中 一种残酷的临选机制吧